随着广州市多个区陆续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,解除相关区域的临时管控措施,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,民众生活烟火气渐龙。 12月3日,记者当天走访广州多个批发市场看到,大部分商铺已开门营业,店员忙碌地整理商品,接待顾客,提着大包小包的采购商络绎不绝。 进入商场则需要早长锁码,出示健康码绿码,走进广州白马服装市场,东庄棉服陈列一新。 该市场总经理金燕妮告诉记者,在做好防疫措施后,市场于12月2日起恢复营业。 市场已经正式的复业了,今天是开业的第二天,开业率是达到100%了。 复事后现在所有的入场人员,我们是通过测温,扫长锁码,并出示绿码即可以入场了。 打包离货,上架新款,处理订单。 店铺重新开业后,何女士忙个不停。 她告诉记者,收到复工的相关通知后,马上就来店里做营业的准备工作,到现在已经收获了零售、线上批发等不少订单。 我们是接到了通知以后呢,就会进行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,店铺的一些整理啊,然后通知我们的客户,我们马上就可以营业了,可以正常发货了。 客户也是相当高兴。 顾客的话,进场的话,我们也会提醒客户配号的口罩。 位于广州立湾的黄沙文具批发市场,记者看到有家长带着学生在挑选文具。 有的商铺正装卸大量的货物,有的则在整理档口。 其中一家文具店铺的店长告诉记者,恢复营业后,零售以及批发的货量正逐步恢复正常。 来盟室,零售的一边有三四十个客单吧,基本上批发都是发货为主,主付的重成了。 应该物流也嘱咐在正常化,对于疫情的管控,是对于我们农民的一个财产,还有农松财产的一个保障嘛。 我们也一定要支持的,大家也要配合。 在当天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,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毅表示,广州要随时做好疫情应急处置,确保广州复工复产进程小步开跑,稳步迈进。 我是疫情防控,面临新形势,新任务,要高度关注人员密集性企业,密闭、半密闭空间经营单位的疫情防控,加强疫情监测,随时做好疫情的应急处置,确保我是复工复产进程,小步开跑,稳步迈进。 小步开跑,稳步迈进。